1945年8月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十天 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 秘密登上了一架停靠在延安的美国运输机 几分钟后 这架飞机躺空而起 向太行山腹地飞去 这次绝密飞行将对中国之后的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虽然已经不干农活了 但连过古西的黎锡城 每天都要到自家的庄稼地里去走走 看到这片麦田 它总会叨叨起这样的事情 李锡城家这片在平常不过的麦田 曾经就是一个隐秘机场里的跑道 大山深处 美国飞机隐秘机场 这片土地上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 抗战爆发之后 由美军上尾陈纳德带领的飞行志愿队 来中国支援抗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火队 到了抗战战争后期 日军颓势越来越明显 空中袭击成为了他们主要的作战方式 太航山区上空经常出现美军飞机 与日军飞机的轰炸 平顺县仁庄村位于太航山深处 七十多年前就被一架坠毁的飞机 卷入到了历史漩涡中 村头的老庙是镇中心小学的旧址 五十六岁的陈孝平曾在这里读书 学校里这清脆的钟声 他再熟悉不过 这个东西巧克力很像 声音也大 前后日山里就停的了 那这山都掉了飞机都停下了以后 当家人可以哼了 当日随着一声巨响 一架飞机坠毁在村庄附近 村民们听到响动 纷纷奔出家门 时常经历空战的他们 已经对坠机搜救有充分的准备 但是这次坠毁的到底是哪方的飞机呢 当年在这里坠毁的正是美军飞行队的一架飞机 一架这个B29轰炸机 轰炸 安山钢铁厂轰炸完以后 从沈阳返航 在这个返航途中呢 受到了 日军飞机的拦截 被日军飞机给打伤了 打伤以后呢 这个美军这架B29轰炸机呢 就被迫改变航线 就朝着太航根据地飞了过来 美军轰炸机坠机事件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日军和八路军都即刻展开大规模搜寻工作 当时 驻扎在村里的被俘场的八路军 也迅速组织村民搜寻美军跳伞人员 然而 搜救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因为地处山地 四周大山环绕 山路崎岖 又加之不清楚确切的坠机地 所以只能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当地抗疫区政府 几乎动员了区内26个村庄里的所有人 直到第三天 最后一名飞行员才被找到 获救的美军飞行员 先被就近安顿在村里 村民们知道这些外国人都是支援抗日的 都愿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 陈根喜家当年就收留过四位坠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 在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援抗战的美军飞行员 在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援抗战的美军飞行员 有一位名叫乔治瓦洛夫 他是这次坠毁轰炸机的少校机长 正是由于这次意外事故 留在当地养伤的瓦洛夫竟然促成了一件大事 被八路军军民救助之后 乔治瓦洛夫和他的队员们 被安全送到了太行军区1290司令部 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司令员李达的热烈欢迎和热情宽带 这飞行员呢 有那么几个人 他就发现这个长庭机场有一片很平的地 他们就问这个李达了 说你们这是不是有个机场啊 李达说没有啊 说那个这个我们在那看一个很平的地 那是不是就是机场 李达说那不是机场 那老百姓打败场 但是这个话呢还是提醒了李达 他还是脑子里有个圈 就觉得哎那美国人说这儿有这个像个机场 那么不妨也去看看 他就去看了 看了之后觉得是 这儿似乎是可以这个搞一个机场 有这个条件 他们谈到的那块平地 正是黎成县长宁村外的一片庄稼地 这里是太行山脚下难得的一马平川 1944年抗战形势已逐步趋好 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军观察组已进驻延安 急需连通他们到根据地考察的空中通道 以便更好地支持共产党抗日 而根据地也迫切需要和延安保持更快捷高效的联系 但是修一座机场对华洛军来说谈何容易 当时在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架飞机 没任何空中经验 建设机场的知识也基本为零 又怎样才能迈出这第一步呢 后来华洛军呢 就在一个至少就活了个臭土 活了个臭土 这个臭土呢就是飞机叉 叉了多少 坏了多少 炮都是多少 这个天机叉是什么地方 可以多大的差距可以乱多大的飞机 随后提议上报 很快就得到了延安党中央同意建设的批复 为了尽快建好机场 八路军官兵和附近的明星村民开始日夜赶工 今年91岁的李福生老人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长宁村 当年修机场的情景 他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长宁村家家户户都出动 老百姓家的大牲畜 全部被拉上工地 铁锹 锄头 十年也都派上了用场 如今 长宁村还可以建到随处反落的十年 由于条件艰苦 修机场的工具就进行 建机场的材料也只能就地取材 我们只能就是把那个黄土进行一些清理 材杂 草之类的东西了 它在煤道里面它一烂 一腐烂就会对这个地面有影响 所以说进行一些清理 那么清理过以后把它铺平 我们撒上水 碰撒上水以后 我们开始用撕碾子碾 那么就这样撒一层土 碰一层水 碾一回 就这样一层一层碾起来 大概碾七八成 就用这样的办法 太阳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 终于建成了这座掩藏在大山中的机场 长宁机场是除延安外 唯一的一个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场 从此 这个隐蔽在大山里的秘密机场 不仅成为美军飞行队 从大西南基地起飞 轰炸 日军东部目标航线上的秘密备降机场 还成为美军观察组和太阳山根据地 通往延安的秘密空中走廊 1945年8月25日 长宁机场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次飞行任务 二十多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延安飞来 他们此行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 十天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而此时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主要领导人 都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党 他们必须即刻返回各自驻扎的根据地 去接收日为师弟 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然而 时间紧迫 如何才能尽快到位 叶建英就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向毛泽东 说能不能借坐美军这个飞机 把他们送到太行山 从太行山转移各地 由毛泽东最终排版 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接受叶建英这个提议 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 载有二十多名共产党高级将领的美军飞机 在长明机场平安着陆 这次绝密空运 使共产党本来需要两个月监苦跋涉的输送任务 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 这批中共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们 到达太行战区后 立即奔赴各个指挥点统筹部署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时光荏苒 原先的飞机场 如今早已恢复成了一片庄稼地 朴实地上演着四季轮回 似乎只有村头对望的一座纪念碑 提醒着世人那段争容岁月 然而历史不会忘记 1944年至1945年 只存在了一年多的长宁机场 已镇刻在了抗战 本历史的书页上 永世留存 日常来自从讨厌地下 登录来自从讨厌地下 以下文字计判 并且明明显